胡哥想必是大家都非常喜爱的一个明星 从电视剧《仙剑奇》《霞传》中的逍遥哥哥 到电视剧《狼牙榜》中的每场书 胡哥从一开始单纯清秀的小鲜肉 到如今蜕变成更真实的演员 一路走来 他付出很多令人想不到的艰辛努力 不过除了事业外 更多人关心的则是他感情上的生活 曾经被人们笑称先三留守儿童 当然这个称号现在已经作废了 不过这也能够看出粉丝们对他感情生活的着急 胡哥在私底下是一个非常低调乐观的人 很少上综艺节目 更别提用炒作来吸引流量了 平时热衷于慈善事业 这样的一个明星 要颜值有演技 要演技有演技 而且乐观向上还热衷于活动事业 可以说是娱乐圈中的典范之一了 不过 胡哥在感情生活上并不是没有人来过 胡哥也是有过两段恋情的 并不是人们所说的万年单身狗 不过这两段感情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很多人在采访他感情生活问题的时候 他都是表示随缘 不着急这几个词 不过胡哥是不着急了 但他的那些粉丝们却是非常着急 说到刘亦菲呢 小蜜大家也都是非常熟悉 曾经与胡哥合作的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两人都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至今尤为经典 刘亦菲身上的清纯灵气 气质非常独特 被人们评为最有仙气的古装女演员 澄澈的眼神 纯美的脸庞 高贵的气质 刘亦菲典型的东方美宛若从油画中走出来的古典美人 雍容华贵而不失时尚 曾经与宋承县有过一段感情生涯 不过两人没能走到最后分手了 而刘亦菲和胡哥在很多人眼里想必都是非常般配的吧 在刘亦菲有一次参加活动的时候 主持人问了大家一个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说到如果胡哥向你求婚会答应吗 刘亦菲脱口而出七个字 你们再开玩笑吧 短短的几个字也能够看出刘亦菲和胡哥之间确实没有戏了 两人只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虽然对于刘亦菲的这一个回答粉丝们表示非常遗憾 但还是尊重他选择的 也希望刘亦菲和胡哥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